嗨 哈喽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台中新闻台的新闻主播嘉玲 大家好 台中捷运绿线是桃园以南 高雄以北台湾首条的捷运 2009年开工至今经过漫长 漫长的11年终于在台中市长卢秀燕任内完工 2020年11月6日台中捷运终于获得交通不同意准与营运 台中市长卢秀燕出席全民运表扬大会时 对外宣布这项重大的好消息 他并逐一感谢立任的交通部长 台中市长台北市长的共同协助与努力 并承诺将立即筹备式营运作业 2020年底前台中捷运绿线将正式通车 当作是台中市政府送给台湾民众最好的新年礼物 记者邹志中报道 3 2 1 请节目 台中捷运固是北红县的高铁台中站出入口意向的节目典礼 这预告了台中整个捷运时代的来临 电力线它是一个终于亮性 这是中台湾的第一条捷运线 这也预告了整个台中全新的轨道的路线 台中捷运绿线历经十年 事实上就有从台北来经验 捷运一旦设下去 整个都市计划会认为台湾 主理工程在去年完工 共货工程在今年7月也全出完工 等到教授部再来预刊完毕就可以控制了 在这个完工之际 我们还是要感谢连线的军运 在施工期间的种种很方便的军运 现在是要表达我们的谢意 那当然最后 我们还是要谢谢你 所有参与这条线的员工 我们就预祝台中市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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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